我觉得就是说这次的偷渡失败的新闻到底是真假 我们还是很难说的 我觉得现在香港已经慢慢变成 就是国安法成立之后 香港我们叫香港新疆化 就比香港变成新疆 新疆是什么地方呢 我过去在中国的时候也多次去采访 新疆就是说所有的 就是说它有一部法律放在那里 然后它要严格控制你 和抓人或者放人都是它的自由 然后呢它给你的所有的自由都是它的恩赐 那么它可以随时给你扣上各种各样的罪名 那么新疆的话往往就是说 有很多一些经济纠纷 然后它就说你是疆毒分子 然后就给你抓起来 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就是说 比如说薪水没有未付薪水的一个抗争问题 它就说你们要恐怖活动 所以抓起来 那么所以说香港的今后呢 因为中国呢就把这个牌拿到手里以后呢 它就可以收缩自由的 如果说而且呢变成一个 它和国际社会谈判的一张牌 就是说香港问题呢 香港的人权你们都看着 如果说你听我的话 我香港我就放松一点 如果你们不听话 我就香港收紧一点 他们就是说中国的想法 是通过香港这来控制 大人纸的 但是说呢 就是说香港毕竟是国际社会非常注目的地方 很遗憾香港作为金融 现在过去全世界有三大金融中心 一个纽约 一个伦敦 一个香港 但香港的今后 它这样的状况的话 不可能有新的外资去投资过去 那么香港里面的资金和人才都会慢慢的流出 流出来 那么香港的金融地位 金融中心的地位将会丧失 但是相反 它会变成一个政治中心 变成一个中国 中美抗争的一个 一个角力的一个中心 那么全世界定义 中国也不敢做得太过分 比如上次黎智英 他抓起来以后 也不敢放 但是说呢 也不敢扣很久 马上放出来了 但是说黎智英啊 周庭啊 他们随时 因为他们只是被保释出来嘛 随时可以再抓 再抓回他们 那么香港的 经济人才流出来了以后呢 像黎智英这些 留下来为了保护香港的自由 继续跟你斗争的人 他们会留下来 虽然黎智英他被保释出来 但是他有英国国籍身份 他随时只要走入英国总领事馆 他就可以受到保护 但是他就留下来跟你抗争 那么今后呢 我觉得美国的总统大选之后 之前之后 还会 中国还拿香港牌 和国际社会周旋 我认为最后 最近的一个重要点就是 明年七月份的立法会选举 今年七月 中国把它延期掉了 9月啊 9月延期掉 延期掉 但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嘛 而且中国这么 对香港的话 香港全体市民 一定会和共产党政权 越来越离心离德 那么拖一年之后 一年之后的选举的话 不管怎么样 那么就是说 一定是民主派生意越来越 支生意越来越高 那除非中国是 在之前大量移民 从中国国内大量移民 移到香港去 会用一些非常的手段来抗争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 也一定会 就是激怒国际社会的 那么香港问题 就是说香港的 当然香港人民是很可怜的 但是说呢 今后中国的外交 不管你走到哪里去 每个自由国家 都会跟你讨论香港问题 所以中国的香港问题 将是变成中国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定时炸弹 所以说香港问题呢 我认为会是长期化 然后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是明年9月份的 这个立法会选举 是 不过最近港人有喊出说 他们现在就要求恢复选举 反正疫情回落嘛 对 而且中共外长 最近在欧洲 也受到蛮大的压力 所以你觉得 香港人这个诉求 就是我不要管说 言不言认的 我就是要要求现在选举 能不能成功 要求选举 他们因为延期一年 中国的人大 他已经立法了嘛 其实一年很快就过去 但是一年之后 他不能再拖了嘛 这个时候 他如果再拖的话 就会激起民愤 激起民变了嘛 所以一年之后 这个选举 中共怎么应付 全世界怎么支持 怎么支持香港 将会成一个最大的冲击点 哈喽各位观众 感谢您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 请记得按赞 并且订阅我们 新闻大破解的频道 并且要记得 要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按下去之后呢 会定期的接收到 我们最新节目的通知 那么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呢 有任何的感想或心得的话 也欢迎您在下面的留言区 留言来和我们交换意见 新闻大破解的节目呢 是定期更新 每周晚上九点半会定期更新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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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